关于梅西和苏亚雷斯之间的关系,也是大家非常津津乐道的话题,当年两位南美超级巨星在巴萨的合作也堪称是经典组合,但随着苏亚雷斯状态下滑,巴萨也直接将他送到了马进了,当时梅西也相当不开心,公开表示过对苏亚雷斯离开的惋惜,也对巴萨的这个操作相当不满意。 而目前梅西在迈阿密国际效力也是直接打电话给到了苏亚雷斯,希望自己这位好兄弟能够来到球队效力,所以迈阿密国际也一直是在努力签约苏亚雷斯,但比较麻烦的事情是格雷米奥完全不想要放走苏亚雷斯,更是在迈阿密国际送上了1000万美元的转会费之后,居然是开口要求7000万美元的违约金才会放走他,这让苏亚雷斯和梅西都相当尴尬。 两位好兄弟想要一起联手难度还是相当大的了,但目前格雷米奥和苏亚雷斯也出现了相当大地反转。 苏亚雷斯在采访中公开表示,我和梅西是好兄弟,我们梦想着一起退役,所以我会想办法和他再次联手了。 这次苏亚雷斯也摆明了态度,想要强行加盟迈阿密国际了。苏亚雷斯和球队之间的违约金其实也比较复杂。 苏亚雷斯想要用强行谈判的方法和球队解决离队的问题,考虑到苏亚雷斯和格雷米奥其实合约也就剩下了半年时间不到。 格雷米奥真的想要违约金,其实价格不会太高了。苏亚雷斯也想要用自己的努力,自费违约金解决这次的离队风波。 迈阿密国际自然是期待苏亚雷斯的加盟。球队的外籍球员名额也买到手了,就等待苏亚雷斯的加盟了。 到时候昔日巴萨双合也将会再次联手。苏亚雷斯可以助梅西冲击第八座金球奖了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